比如說106這個綠島的這個導覽的App 以前如果說你要把這個App做出來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的 那要花很多時間 而且可能要去撰寫程式 那方法當然很多種 不萬乎就有這個剛剛講的用Java 所以你可能要學會什麼叫Java 這個程式設計 那如果你想要做一個App 但是你又不想要學太多程式的話 那其實這個方法倒蠻好的 那我也把我們完成的畫面大概長得像這樣子 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裡面我後面可能還會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加一點 就是說因為我們這個顏色 我之前講過說它背景的顏色只有五個顏色 那五個顏色裡面呢 預設是黑色的 不過其他顏色好像藍色、銀色、灰色、黃色 看起來其實都是屬於那種比較一般的 沒有太特別的顏色 所以看有沒有可能把這個顏色變更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你這個整個顏色就會跟別人的App稍微有差異 不會說每一個人看起來都一樣的顏色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上面是Icon 有沒有辦法把它改變一下 這個的話我想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在網路上Google一下 看有沒有相關的教學 當然最好如果說你在期末的這個App 裡面可以做一些變動 當然基本的之外 如果你有加了很多其他的技巧 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都會是你成績會比別人高的因素之一 那就是說上個禮拜 除了我們把這個List Review 這個是一個List Review 把它做出來之外的話 底下放一個什麼 一個地圖 不過這個地圖 我們是用個圖檔 那你想說 這個地方有沒有可能 放一個Google Map 直接把Google Map的地圖 直接放在這個地方 或者是額外開一個網頁 就是放一個Google地圖 然後Google地圖 點擊的話 也許可以跳出一些相關的資訊 那如果可以的話 把Google Map引用進來的話 那感覺會更好 可是這個部分有沒有辦法 這個地方當然有可能辦到 只是說怎麼做 我想後面我們還有幾次上課 我看再來做一個補充 OK 那底下的話還有一個所謂的導覽列 這個導覽列在102裡面也有 不過102是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那這個106是放在下面 所以這個叫NetBar 那NetBar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怎麼樣把它放在底下 然後呢 又可以每一 並且在它捲動的時候 固定在這個位置上 這個上個禮拜有講過有沒有 那NetBar呢 特別注意 你要把它放在下方的時候 記得要找到的是Footer 有一個標籤就是DataRaw 裡面有一個叫就是夜尾啦 有沒有Footer 就是夜尾的那個標籤的下方 或者你選取它啦 或者點裡面嘛 然後再放一個 特別注意 這個NetBar一定要先給它一個DIV 然後呢 再來 加一些項目符號超連結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有講過 那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希望呢 能夠在每一個超連結的下方 這個上方 多增加了兩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呢 一個是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 然後圖示的話 也許是回首頁 也許點擊它的話 可以跳回到我們的主頁 或者是點這個的話 就向下 就是說呢 南寮渝港就會往下 跳到這個海生坪 然後一直往下 那這個效果的話 該怎麼做 應該還有印象吧 這個地方的話呢 實際上 在這裡 最簡單的方法也是一樣 做一個超連結 然後呢 去設定它的icon icon icon的部分 看哪一個icon 然後呢 再怎麼樣呢 再去 設定它是沒有文字的 就可以有這個效果出來 那這個效果呢 跟102最大的差別 102 它是在那個 整個page裡面設定 特別之外 你們回去 可以再把102再看一下 102 這邊是什麼 回上頁 或back有沒有 那設定的位置 是在整頁 但是呢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是放兩個按鈕 所以特別之外 放的位置是在什麼呢 head裡面 這兩個 我想你們可以再把 前面的這個圖 把它調出來 你要做什麼樣的效果 這個有時候 還是需要 稍微再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的話 需要記的東西 其實不算太少了 但是不用死背 因為後面的畫面 其實我都有幫各位截圖 比如說 我們基本的流程 一定是建立一個網站 然後五個頁面 另外 list view 怎麼做的 這邊已經有了 有沒有 實際上 就是做完這個項目符號 做超連結之後 再來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data rule 改成那個什麼呢 list view 不過這邊有一個重點 就是最容易做錯 就是選取的時候 記得 選的時候 建議是選下方 有一個什麼 U什麼 UL UL的這個標籤 UL指的就是這一堆的項目符號 你一點它 整個選取 然後呢 再把這個data rule 改成list view 這樣的話 我們的list view 就做出來了 然後 再來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 按鈕這個東西 是額外補充的 導覽列的部分 這個也是 非常容易做錯的 這個 首先你要知道說 你的footer footer就是你的 夜尾在哪裡 然後在夜尾裡面的話 要增加一個 net bar的話 流程特別注意啊 這個我想上個禮拜的影片裡面也有啦 所以我只是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 建議是插入一個DIV 好有沒有 然後呢第二個的話 就是把這四個項目放進DIV裡面 並且做成項目符號 再做超連結 好 那最後的話 再選取這個DIV 最後關鍵就是這個 就是把它改成 netbar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讓什麼呢 讓這個 netbar 產生出來 那其實你會發現 現在有很多手機的app 它無論是下方 無論是上方 都會有類似的這個效果出來 那最後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它捲動 的時候 它會自動會跳上或跳下 如果說你希望呢 永遠固定在下方 什麼叫永遠固定在下方 就是說 有點像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最後完成的 它一定固定在下方 它不會因為這個字比較少 而跑到什麼 而跑到這個 這個地方 那你就必須在 有一個叫什麼呢 就是它的 Possession 它的位置的話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Fixed 那這樣的話 它才會固定住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再把一些重點 回顧一下 我是有把它放在我的部落格裡面 然後 再來就是導覽列 還有什麼呢 一個Home 圖 怎麼做 其實這兩個比較重要 然後還有向下 做出來 那最後的話呢 這個部分完成了 就是在把它丟到 雲端上面 產生一個 一個APP 不過 好像有幾個同學 遇到問題 就是說 這個丟上去的結果 有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呢 它沒有辦法幫你產生一個APP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大概看了一下 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好像又有一個狀況 點htm 沒有 點htm 又有個htm 變成說 好像副檔名裡面又有副檔名 這個好像是最常見 我不知道 這個地方你們的設定是不是 有一點問題 那如果說你這個地方 主要可能要看一下你的電腦 我是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從組合管理裡面 有一個資料夾 你打開這個資料夾 都會有個組合管理 組合管理裡面的話 有個資料夾 和這個什麼的 資料搜尋的選項 裡面的話 進來之後 有一個叫檢視 檢視裡面呢 它有一個選項 叫做什麼 隱藏已知 這個選項 預設是什麼樣 是會打勾的 隱藏已知 類型的副檔名 它預設是打勾的 那打勾的話呢 它就不會顯示你原來的副檔名 我建議你把這個打勾取消 取消 取消之後的話呢 再來回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原來是這樣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是打勾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進來的話你會看到 因為我把它取消 把那個隱藏的部分 打勾的話 預設的狀態 它就是這樣 index.htm 你講說 老師沒有錯啊 你看我這個 資料夾裡面看到的結果 也是照你講的 index.htm 結果一傳上去 發現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它一直告訴你 而且不只一個同學喔 好幾個同學都 甚至還有半夜傳給我 FB的 當然我還是 可能你們都晚上 比較喜歡晚上作業啦 所以 傳過來之後 其實我一看 我這邊 我電腦上面 沒有 一看就知道問題 發生在哪裡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你電腦預設的狀態 那你一傳一定會錯為什麼 因為它的關鍵就在這裡 資料夾選項檢視有沒有 這個往下拉 把這個隱藏已知的 檔案類型的副檔名 因為它htm 它會隱藏副檔名 你看不出來 所以你把按確定之後 答案就出現了 原來 你剛剛的.htm 它不是副檔名 它也是檔名的一部分 所以該怎麼做呢 很簡單 你就把後面的.htm 把它刪掉 就這樣子的話呢 才會是正確的喔 OK喔 所以記得喔 要把隱藏已知的 那個副檔名打勾取消 讓它顯示出來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的副檔名 才會是.htm 這個時候傳上去 才不會有問題 那這個部分喔 滿多同學 遇到類似的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跟各位再做一下說明 因為上個禮拜呢 因為這個講完的時間 還滿衝觸的 所以有些細節喔 可能沒辦法再詳細說明 那等一下的話 因為106那個 那個作業區我還沒開啦 所以我想說可能 也許再讓你們 再下個禮拜再繳交就可以了 OK那這裡的話 請各位 稍微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再稍微做個複習好了 也許我們在106看看 還能不能再做一些變化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有一些細節的話 我建議各位就是 再看一下影片 或者是說部落格啊 或者是說在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都有滿詳細的畫面喔 那可能這個副檔名喔 尤其是不只一位同學 非常多同學都有類似的狀況 所以等一下可以馬上試一下喔 在組合管理裡面喔 會有一個那個 組合管理裡面那個 叫做資料夾 和什麼呢 這個搜尋選項 然後檢視裡面到最下面 會有一個隱藏 已知類型的副檔名這個選項 記得把它打勾取消 特別注意喔 這個觀念其實還滿多地方 會可能遇到狀況 比如說像有些病毒有沒有 其實它有可能會把 它的副檔名隱藏起來 那之前有一個病毒就是這樣 它把它的EXE 因為病毒一般都是執行檔 點EXE 但是它知道一般人的電腦 預設是隱藏 所以它後面把它改成點JPG 然後呢 做一個好像一個小說圖的樣子 讓你誤以為這個是圖檔 因為圖檔基本上是不會中毒的 可是有的人 就想說這張圖啊 而且這個圖好像也是自己想看的 就給它點兩下 一點點 點兩下之後才發現 啊 原來 這個裡面呢 它不是一個什麼呢 不是一個JPG的圖檔 而是一個點EXE的圖檔 或者點那種可能是病毒的執行檔 你點下去之後 完蛋了 你電腦就中毒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 隱藏隱之類型的副檔名 這個部分的設定還蠻重要的